这男人很倒霉 路过隧道赶上塌方被埋了 但他足足坚持了35天 直接破了世界纪录 还仅仅只是依靠两瓶水 和一块蛋糕 如果是你 你能够坚持多少天 男人名叫小帅 这天 正当他加碗油准备离开 加油站的大爷追了出来 给他送了两瓶水 小帅接过之后随意地丢向后座 殊不知 这水即将救他一命 随后 小帅开车进入一处隧道 可没开多久 隧道就开始塌方了 尽管小帅反应够快 一脚油门踩到底 却还是赶不上他方的速度 等到小帅摸索着打开了灯 他的脸上已经布满了灰尘 眼睛也是充满了血丝 他急忙给救援队打电话 可里面的信号是好是坏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处有信号的地方 电话是被接通了 可电话那头的人却不以为意 任凭小帅怎么解释 他们也都以为只是长小事故而已 好在距离现场只有五分钟路程 小帅也没太过担心 拿起水一下子就喝掉了三分之一 很快 救援队开着武林救援车赶到了 可他们很快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隧道他方的事情很快便被传开了 媒体们也都在铺天盖地地报道 小帅的手机里 一时间多了许多未接来电和短信 就当他想一一回复的时候 一通电话打了进来 小帅以为是救援队的电话 不料电话那头却是个记者 原来为了抢占独家新闻的先机 已经有记者来到救援现场开启了直播 并且给小帅打去了电话 救援队长老金此事赶了过来 他粗暴地打断了直播 并且抢过记者的手机 删除了小帅的电话 而他这么做的目的 是为了确保小帅手机有足够多的电量 避免与外界失去联系 等回到了临时基地 老金再次给小帅拨打了电话 对于生存物资做了一定的安排 蛋糕保存不了多久 那就尽快吃掉 剩余的水要分成七天的量 而且不可以对着嘴喝 以免受到污染 并且要求他每隔12小时手机开机一次 其余时候保持关机 很快搜救行动开始了 他们首先派出无人机进入 可没走多远就因为信号问题纷纷坠落 无奈之下 老金决定亲自开车进去查看情况 很快便来到了他方路口前 就当老金小心翼检查的时候 助理却不小心按响了喇叭 直接把老金吓了一跳 他赶忙教训助理 动静太大是会引起二次塌方的 就在这时 小帅的电话却打了过来 原来他听到了喇叭声 老金赶忙又摁了几下喇叭 小帅全都听到了 这就说明他就在不远的地方 还不等老金他们开心 隧道内却真的发生二次坍塌了 老金赶忙挂挡到车 在紧要关头成功地退出了隧道 下车后的第一件事 是确保小帅没有在二次坍塌中受到伤害 而这次小帅提供了一个关键信息 掉落的通风机上的编号13 这下为救援队提供了明确的目标 很快救援任务开始了 小帅的妻子小美也赶到了现场 他们先是安排他和领导合照 紧接着一波接着一波的领导 没完没了的合照 而隧道这边 一阵动静声响起 等到小帅举灯照过去 眼前竟然出现一条狗 等等 这里怎么会有只狗 这个女孩被一块锯石压着 小腹上还插着一根钢筋 除了头 他现在哪也动不了 隧道坍塌 这已经是他被困的第三天了 好在这里不止他一人被困 小帅循着声音找了过来 他想尝试搬开石头 却纹丝不动 女孩问他有水吗 小帅迟疑了一下 有 说完又爬了回去 小帅看着两瓶水 一瓶还满满当当的 另一瓶就剩下一点了 他想把完整的藏起来 但犹豫了一下 还是往水少的瓶子再匀了一些 女孩喝过水后 要求着给他的修狗也喂些水 尽管有些不情愿 小帅还是照做了 等他回到车内 却发现所剩不多的蛋糕 都被修狗偷吃了 气得小帅直接破口大骂 隔壁的女孩听到动静 连忙问遇到什么情况 小帅也只是说自己做噩梦了 又过了几天 女孩的水喝完了 他再次喊来小帅 问能不能再给一点水 小帅犹豫了半天 因为自己的水也所剩无几了 但是还是下定了决心 把水给女孩送了过去 可他刚准备给女孩喂水 却发现女孩已经没了气息 小帅颤抖地给他倒了水 这时才发现钢筋横穿了女孩腹部 慌乱之中剩余的水也被打翻了 小帅彻底崩溃了 他打电话给老金 不是说好水喝光之前能来救援吗 老金沉默了 只能让他再等待等待 一再保证救援队会尽快找到他 并且让他收集自己的尿液 因为这个时候 水的重要性 可比食物要大得多 完了还特地叮嘱他 这玩意儿 要放凉了喝 口感更加 坍塌的第九天 小帅在羞狗嘴边发现了点东西 揪下来一尝 是狗粮 嘎崩脆的 还挺香 于是他跟着羞狗 在女孩的车上找到了一包狗粮 一人一狗开始分配了起来 吃的问题解决了 接下来就是水的问题 小帅下车活动了一下身子 突然发现墙壁上有个消防栓 可是里面却没有水 没办法 只能掏出之前的囤火 还得跟羞狗炫耀一下成汁 他挣扎了半天 就在准备畅饮的时候 小帅突然听到轻微的水滴声 缝隙里 有根钢筋正在滴水 小帅沾了沾水长了长 是淡水 可以喝 赶忙拿瓶子接水 这下 可以说是衣食无忧了 等到了第17天 救援工作接近了尾声 老金赶紧联系小帅 可小帅这边 却一点动静都没有听到 直到这时 工程队的才站出来 原来隧道并没有按照图纸施工 也就是说 救援方向完全是错的 老金挣扎了半天 还是打电话把消息告诉了小帅 小帅彻底崩溃了 因为还要再等17天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 小帅拨打了最后一通电话 跟妻子做了最后的告别 手机也在这时没电了 至此 救援对彻底与小帅失去了联系 更可怕的是 有人在救援过程中牺牲了 这个女人正被一个老太太欺负 鸡蛋一颗又一颗地砸在身上 她不仅没有任何反抗 还不断地鞠躬道歉 因为就在几天前 老太太的儿子牺牲了 原因就是为救女人的丈夫 女人名叫小美 丈夫小帅遇到隧道坍塌被埋在了里面 她把女儿送到奶奶家后 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 因为帮不上什么忙 她就留在现场充当厨师 如今救援失败 小帅失联 还导致出了人命 就连隧道隔壁的工程 也因救援行动搁置了好久 面对一天15亿含元的亏损 国家已经损失500亿了 媒体舆论接踵而来 甚至开启了一项全民投票 居然有65%的人支持放弃救援 市里的领导找上了门 这次她就是来劝小美的 小帅已经下落不明 在那种情况下 没人能坚持那么久 可小美只有一句话 是的 小帅确实还活着 只是与外界彻底失去了联系 外界的媒体纷纷放弃报道 只有一家广播电台 还在坚持不懈地 报道这小帅的事 他们每天还会抽出五分钟 播放小帅喜欢的古典音乐 而这也成为了 小帅坚持下去的动力 这一天 小帅在广播上 听到了妻子的声音 她在向自己做最后的道别 小美已经签字放弃救援了 救援工作也将全部终止 因为没有人相信 小帅还能活到现在 听到外界的人 都要放弃自己的时候 小帅彻底绝望了 他掰开手机后撬 不断地挤压导拂着电池 拼命地想传递信息 告诉众人他还活着 可是这都无济于事 救援队伍已经撤离得差不多了 队长老金还想最后确认一次 他带着探测器下了紧 不断地将探头往里伸 就在仪器接收到一丝杂音后 突然被上面的人拉了上去 探头却遗落在了下面 原来是隔壁工程爆破开始了 隧道这边再次发生塌方 男人只得飞快地爬回车里 就在救援队准备收拾东西离开的时候 老金却发现了遗弃的异常 掉落的探头竟然接收到了声响 他急忙阻止了爆破 随后打开了井盖 一阵汽车鸣笛声传来 小帅还活着 事情再度迎来转机 救援工作也重新开展 夜以继日地抢救下 在第35天 小帅终于成功被救出 当然 被救出的还有那条羞狗 围观的记者把道路堵得水泄不通 好不容易挤出条通道 救援飞机却迟迟不肯飞行 原来领导还没过来合照 此时老金府身负在小帅嘴电 这一行为被眼尖的记者看到 他们想知道小帅获救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小帅竖起了大拇指 而这一行为 事后也被媒体解读成对政府的感谢 领导此时也在媒体面前表态 生命比任何事物都更重要 老金却因此被罚血检讨 等到过了几天 小美接小帅出院 再次路过隧道时 小帅下意识地有了应激反应 小美握住了她的手 好在这一次他们成功地出来了 电影隧道 借天灾事故 充分地展现了人性的善与恶 有新兴作态的领导 也有永不延弃的老金 有知追求利益的记者 也有坚守播报的电台主编 灾难面前 人类失踪太过渺小 但是只要我们团结一心 那么所有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好了 本期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